碰到了一個六條 對加的 一鏡 一鏡就三鏡嘛 對不對 浩克也卡住 一直在燙腕子 那浩克這個牌就是用等的啊 對啊 一鏡聽就等啊 這種幾乎沒有什麼改變空間的一鏡聽 除非他摸一條摸五條 可能去改變個九條 否則他就是等聽牌了 牌是沒聽 凱虹這裡也是一碰聽 九系列的一碰聽 七來解決七喔 那就聽卡三萬喔 但崇凱也聽了 六丙跟五萬的對打 然後南風位是卡三萬 那如果摸到八條都要六丙就七喔 浩克 浩克兄 摸到什麼 六條嗎 摸到八九條六丙就幾幾 八九條 走恩全 二條 我剛剛說是五條是不是 果然是摸到這種系列牌 是 來思考 三家都聽牌 只有連裝的浩克還沒有聽 卡三丙跟卡三萬跟六桶五萬 三條 三條 六丙是死門 他可以聽二五條 帶六條的變形大螺絲 選擇打二條 偏安全 因為有人打過非常好 大螺絲是七 失落 哇 七萬是沒事的 我怕他吃電 我想說九點半那可以結束 我只要失禮 因為蓋住 三萬嗎 G G 要胡要胡 要胡再拚一把 因為你不能讓謝柏辰有機會 連一聽大螺絲 你過這個水 不是給自己機會 是給別人機會 你聽卡三 這裡雖然 有過水的動機 但是其實牌不夠強 而且 你不過還是有機會 而且已經有超嗎 胡了就超了吧 超了 超600分而已 超了就 對啊 對啊 最後一把定勝負 一把定勝負 來到450位了耶 哇 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 一定是也是因為觀眾朋友 有幫我們影片按讚 非常感謝 喔 按讚的人越多 然後會 按讚會收到廣 那個 YouTube會廣告 你剛剛說的那個叫什麼 演算法 演算法 對對對 感謝大家 雷雷已按 非常感謝 對 非常感謝